在狮子与熊鹿双方僵尸骨架的时候 皮鞋那的老六直接在水下发起了偷袭 但万万没想到 这货居然会水上不样子看着狮子 最后的结局也就定格在了这里 谁也不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 看了个擦了 出大事了兄弟们 憨憨的河马小耳朵 刚打算上岸溜达减肥 没想到上来就碰见几头大狮子 为了不引起纠纷 小耳朵当场决定先回到水里 回到水里的小耳朵气势也跟着就上来了 他露出半个身子朝狮子吼到 狮子狗滚远一点 这真的是我擦了 然而狮子却并没有被小耳朵吓唬到 反而蹲在岸边跟小耳朵聊了起来 狮子问小耳朵觉得自己胖吗 你知道胖有哪些坏处吗 小耳朵听狮子说他胖 顿时一下脾气就上来了 他让狮子滚 否则就要上去揍他 急了 小耳朵急了 这正是狮子想要的结果 狮子就是想要激动小耳朵 把他骗到岸上来 这样才有机会收拾他 他一直待在水裂 狮群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狮子继续问小耳朵 听说胖的鸟小 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我擦了 这把小耳朵气得团团转 要不是看上面狮子比较多 他真的要冲上去做这头狮子狗 好在最终理智占上了愤怒 小耳朵并没有直接冲上去 他趴在水里让自己保持足够的冷静 这就让狮子有点头皮发麻了 这样说他都不上来 看来这过还是有点成功 一时间狮子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们更加不敢下水去做小耳朵 此时另一头狮子想过来看看情况 但是现场焦坐的气氛 让他也是一脸猛逼 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双方就这样僵持了起来 现在不管狮子如何嘲讽小耳朵 小耳朵只需一招就能化解 那就是不搭的 爱咋咋的 有本事你下来碰一碰 狮子也不傻 他下去完全没有主场优势 绝必凉凉 看来今天是踢在钢板上了 真特喵的晦气 最后这狮子也放弃了 他慢慢淋漓地往狮群走去 大伙今天换个地方吧 搞点其他自助餐吃上一吃 这小耳朵虽然看起来很好吃 但一点都不好拿捏 狮群也只好握着肚子 在这里稍作休息 休息好了 再去找其他自助餐 擦了个擦了 太壮观了兄弟们 一群茁壮整齐的流氓斑马 在此处迁徙渡河 这一次他们总共 37800只斑马迁徙 他们的这次的渡河 已经吸引了数条 鳄鱼皮鞋 前来挑选食材 流氓斑马的处境 虽然看起来十分危险 实际上一点都不安全 一旦被水利的皮鞋咬住 那绝壁就要永恒在这里了 即使是在这种生命 攸关的处境之下 流氓斑马的队伍 一点都没有乱 捕的就是一个看水点外 一大群鳄鱼皮鞋在一旁 当老肉 他们是一点都不着急 既然是挑选食材 那就要有挑选的样子 要不然就显得 自己很久没有吃过肉一样 毕竟数量这么多 不着急 慢慢挑 一定要选嫩一点的 并且肉多一点的 现在只要跑到对岸的斑马 他们都可高兴了 因为自己躲过了一截 甚至还有的老表 居然站在高处回头看笑话 就看今天谁是倒霉蛋 话音刚落 皮鞋已经选中了今天的幸运 这个老六是真六 直接就咬住了流氓斑马的大腿 其他渡河的同伴 看见这一步也是高兴坏的 甚至高兴到在水里跳了起来 因为这就意味着 他们这一波应该是安全的 但是后面的M不安全的 就不知道了 毕竟还有十几条皮鞋在那里趴着 挑选好食材的皮鞋推着斑马 把他往河流的下摇推去 他要把这匹斑马整只打包带回家 他并不想跟后面的同伴分享 这不是自己自私 踏马的 也不看看今天什么日子 这么多食材从面前经过 随便留下一瓶也能吃上两天 食物都送到嘴巴前 如果都不张口 那就怪不到别人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部分流氓斑马 已经抓住机会成功渡河 但是那十几条皮鞋 仿佛一趴在那里没有动静 这就有点头皮发麻了 这踏马你不挨啊谁挨啊 三万七千多匹斑马 从这里经过 这帮家伙愣是只留下了一匹 现在只有一个小分队还没有过河 大概只生下十几二十匹的样子 现在这十几条皮鞋看没有机会了 于是都冲过去蹭别人抓住的那匹 这踏马是一种什么操作 擦了个擦了 在一个缝和日丽的早上 彭彭一家老小打算出门高点小楞草 在彭彭家不远处的山坡上 一只小抱抱正在焦急的等待他的妈妈回来 但是彭彭一家老小正朝着他的方向走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别看彭彭二愣二愣的 这后面带猪香心中嘹亮 这身的戒子肉还是有点子威力 当彭彭看见一些小幼崽的时候 他偶尔也会发一下注电风 很不巧的是 彭彭发现了这只小抱抱 于是这会一个冲刺就要过去搞事情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这他马上打出我里去 这个装备老太坏了 居然欺负小孩 把公抱回来后 四处呼喊自己的小抱抱 他找了许久 最终在一处草丛里 找到了已经羊狼的小抱抱 这把打公抱也是气口腔 打公抱嗅到附近一股的骚味就知道 这是指定是彭彭干的 必须要让彭彭付出代价 趁着彭彭带着嘎蹦碎在外面踏行的时候 打公抱便一路违随 此时的彭彭一家还没有注意到潜在的危险 他们还在各种潇洒 享受着各种项目 打公抱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 心中的那火越来越大 于是一脚游我们就冲了过去 彭彭健壮赶忙带着嘎蹦碎跑路 但是这些嘎蹦碎指定是跑不过打公抱的 很快 打公抱瞅准了一只嘎蹦碎 他要让彭彭感受一下他的感受 嘎蹦碎一边跑一边叫着不要不要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由 打公抱几下就把嘎蹦碎给他住了 你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吗 实则不然 彭彭看着自己的嘎蹦碎 被按住了很不服气 他知道装杯的时候到了 他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装杯的机会 于是他举着两把圆圆弯头就冲了过去 彭彭对着打公抱 就是一记母鹿望月 直接把打公抱挑飞两米多高 彭彭现在气势正硬 追着吼着让打公抱拿命来 这真的是我擦了 要不是打公抱开着法拉利 估计今天都让彭彭给揍死了 打公抱虽然跑掉了 但是彭彭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血咕嚕 这是真特喵的晦气 嘎蹦碎没有吃上了就算了 自己还被揍了一顿 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那就看自己的造化了 打公抱发现大陆上有动静 过来一看 原来是豪主夫妇带着两个好大儿 于是打公抱心里就产生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既然豪主夫妇有两个好大儿 自己掳走一个应该不算过分吧 豪主夫妇也看出来打公抱的想法 于是便于打公抱展开了周旋 豪主爸爸负责打入打公抱 豪主妈妈在后边保护两个小崽子 两个小崽子也非常听话 他们看这个豹文叔叔就不像好人 于是紧紧跟着妈妈的步伐 绝对不能让豹文叔叔得手 打公抱谁心不死 就想从两夫妇的空隙之间 去偷别人的娃 豪主虽然攻击力不强 但是房租那是夹得满满当当的 满身的刺那是真的很刺 打公抱虽然会点东西 但还是被豪主的刺狗的抓耳朵塞的 真特喵的灰气 抓啥不好抓 非得和豪主硬碰硬 除非今天把豪主身上的刺全部整下来 否则今天这顿豪主肉指定是吃不上的 打公抱也挺绝强 他拔掉刺在腿上刺以后 又继续去打小豪主的主意 豪主两夫妇配合相当默契 把两个好大儿保护得非常好 他们都怀疑这打公抱是不是有点受虐倾向 都被刺成这屌样了还不肯走 打公抱刚刚拔掉腿上的刺 这豪主夫妇歪着脖子又靠了过来 受不了 根本受不了 打公抱现在是节节败退 又想吃猪肉 又吃不了被刺的苦 他迟迟不肯离去 就是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面对偷华之心不死的打公抱 豪主夫妇现在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不停的主动靠近打公抱 这仿佛是对打公抱的一种嘲讽 打公抱也是被刺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不停的围绕豪主夫妇转圈 看来这伙还是没有被刺疼 豪主让打公抱有种直接扑过来 我保证不多 转圈转的有点眼花 我擦了 这特别要是扑过去 那今天只盯凉凉了 打公抱最终还是放弃了 这特苗的 搞鸡毛 肉眉时尚给自己身上扎了好几个眼 今天这波学会